嗯 哪 子 朋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亨 他是 Oscar 今天他剛好滿月喔 中間斷更了兩個禮拜 就是因為 家裡真是太忙啦 好 今天又來到介紹傳奇排手的一集 那今天要介紹的大神呢 也是我心目中的大神 他是來自於英國的 Steven Chuwick 他就是撲克界裡面的 解身死坦神 他平常在賽場上都穿得非常的輕鬆 非常的糗 都是一樣的衣服 都是素色的 然後他長得非常非常高 打牌的時候超級有殺氣 可是在私底下他卻是一個非常水和的人 他雖然長得外貌並不是非常的年輕 可是其實他年紀比我還小了四歲 那他從2008年開始打撲克到現在 那這段時間他非常的認真跟努力 他的成績達到了一個非常非常高的一個頂點 變成一個新生代 大家都很難以超越的一個職業牌手 那Steven Churik呢 他的簡歷上就是寫著英國第一 他在2018年的時候 他拿了3787分 拿到了世界總排名第二 英國第一 那我有特別去查了2018年那一年 因為2018年那一年 也是我個人撲克成績最好的那一年 然後那一年我查了我的成績 我是第190名 所以其實真的是離他一段非常遠的距離 同時呢他也是世界撲克大賞中 所有職業玩家評比 最不想遇到的一個對手 Steven呢他是1989年 出生在英國肯特郡的第二陣 他首次接觸德州撲克的時候是2008年 當時他只有19歲 那相當於就是台灣大概是大二的年紀 那開始接觸一些線上的撲克 他用了一個Steven444跟Telestate64這兩個帳號 然後在網路上漸漸的打開他的名號 在接觸線上撲克沒有多久呢 就在大概一年左右的時候 他在一個FuTel Poker上面舉辦的一個線上比賽 拿到第二名 那一次的獎金總共是14萬美金 相當於台幣420萬 那個時候他才20歲 就賺到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也是他第一個當作他撲克的起始之金 而在隔了一年呢 就是2010年那一年他21歲了 不像在歐洲 在歐洲的賭場你18歲就可以進去賭場 所以2011年那一年Steven Chuik他滿21歲 所以他就出事提升的來到WSOP 去了美國的Vegas 因為Vegas的限制是21歲才能進賭場 所以那一年也是他第一年參加WSOP 但他第一年雖然是第一次參加 他就拿下了三個獎金權 然後接下來的幾年 他就陸陸續續進入了很多的Final Table 比較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在2015年的WSOP 他總共進了兩次的Final Table 同時這兩次Final Table 也是他在WSOP 從他2010年到2015年這五年之間 他的第八次跟第九次的Final Table 你要知道WSOP的決賽桌是非常非常困難 因為他的比賽基本上就是幾千人 所以你要在這麼多人中脫穎而出 是非常非常困難 那這兩場的Final Table 其中有一場就是 七張說哈的High Roll 而這場比賽呢 也是他最接近精手練的那一刻 雖然是只有第二名 可是他拿下18萬美金 而且他的國籍是英國喔 英國是不用繳稅的 所以18萬美金他也全部帶走 時間到了2018年 那這一年也是Steven Churik 他在生涯戰績最好的其中一年 從2018年開始呢 那Steven Churik 就在一些現場的賽事 慢慢的脫穎而出 包括Steven Churik 他在Party Poker巴塞隆那戰的 10,300歐元的比賽 他拿下了第三名 然後那次第三名的獎金 大概是3600萬台幣 折合美金是124萬美金 還有CarPlay Poker Munition的那場 深仇比賽 5千美金買入了 獲得了第四名呢 也是贏得了177美金 雖然他一直沒有在2018年拿到一個冠軍 但是2018年他總共進了26次的Final Table 是世界第二 同時他那一年也是全球第二 英國第一 然後在2018年起飛了這段途中呢 他並沒有在2019年 然後就懈怠了 那在2019年呢 他終於拿下了他人生的第一條 WSOV金手鍊 至今到現在呢 還是只有那一條 那一條手鍊呢 就是25000美金PLO的比賽 他拿下了最後的冠軍 那一場比賽拿下了 160萬美金的獎勵 截至2019年11月 Steven Chuwick 他的生涯獎金 已經累積到3230萬美金 相當於台幣917000萬 而我昨天去查了一下他的成績呢 在這兩年內雖然沒有什麼比賽 可是他的生涯獎金又多了200萬 所以他現在生涯獎金是 34835953美金 穩穩的就是英國一哥 能讓Steven Chuwick呢 獲得這樣子的成就 他的態度算是非常的關鍵 那在採訪中的時候 Steven Chuwick就表示 他是一個競爭意識非常強烈的 就其實很像Michael Jordan 很像運動員 他們都什麼事都要拿第一名 包含他電腦上面玩的 Fresh的小遊戲他也要贏 什麼東西都要贏 然後打高爾夫球也要贏 但是他會為了他想要贏 然後去不斷的鑽研 不斷的去研究 找到最好的方法 然後讓他最後 就是拿到那個比賽的冠軍 他也十分清楚呢 為了達到這些目標 所需要的努力 還有其需要加強的地方是什麼 也是在這樣子的分析之下 Steven Chuwick他才能 不斷的朝他的方向前進 然後進而完成他的目標 那我們現在就來聊聊他的低潮期吧 他雖然是一個世界頂級的牌手 可是他也是像一般的牌手一樣 有遇過低潮期跟不順利的時候 在他剛升級的時候 參加那些高爾比賽 他常常會在比賽的很早期就出局了 或者是他在牌桌上是一個超級chip leader 卻在一兩個小時內輸光了所有的籌碼 那對於他本身是一個好勝心非常強烈 又非常有競爭意識 他在這時候就會覺得非常的沮喪 成功牌手的背後 一定都有朋友跟家人的支持 那Steven Chuwick他也是有獲得這方面的支持 其實撲克這個行業呢 那當然我們外表看起來都很光鮮亮麗 或是我們過的生活是非常自由自在 可是其實我們無時無刻都承受著非常大的壓力 由於Steven Chuwick呢 他是在升級高爾買入比賽的時候 並不是很順利 所以其實在那個時候 他一定會覺得自己是不是 沒辦法去征服更高的級別 而且你在去打更高的級別的時候 你可能你在高級別輸一場 是你在中低級別要硬耗多長 才有辦法去補上高級別那場的損失 所以那時候他可能也許會產生一些自我懷疑 但是他的家人跟他的朋友一直不斷的鼓勵他 再加上我覺得Steven Chuwick他本身就很努力 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情 他都是在持續做對的事情 所以他在獲得了家人跟朋友的鼓勵之下 他就慢慢的走出那個低潮 不過呢就算你有在堅強的心理狀態 其實在這個德州撲克這個遊戲裡面 尤其是一些大型的錦標賽 你每天所要參與的這個賽事的時間 相當於是10到13個小時 而Steven Chuwick他就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冥想 增強他的精神力並化解比賽的疲勞 然後大概從2017年開始 Steven Chuwick他就會開始利用冥想 去恢復自己的打撲克專注度 據我所知 在這個撲克圈裡面 使用冥想的招式人真的非常多 甚至在WSOV中間休息期間 你都會看到有人坐在廁所的門口的外面 坐在地上 在那邊打坐冥想去恢復你的專注度 在德州撲克的技巧上面 他是首推賽局理論 就是現在算是比較主流的 就叫GTO 那賽局理論呢 其實他就是一個中庸之道 在你沒有對手的資訊之前呢 你先把自己的位置先踩好 你先做一個不會犯錯的策略 就很像在考試念書 這題可能是你沒讀過或是你不會的 可是你可能你學過了很多東西 那你可能會趨近於對的 那當一群書都念很多的一群學生呢 坐在一起對抗 要一起考試的時候呢 那就要 你看誰的真功夫了 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 利用小技巧來誘導對手犯錯 但是如果你偏離的太多 你就會被發現 然後你就會被懲罰 你就會損失你的籌碼 所以我覺得這種在高手之間呢 你要贏所有人的話 你要懂賽局理論 你要有一個自己的底以外 你還要看著大家 在牌桌上做了什麼的調整 然後你在經由他的調整 再去做出你自己的調整 這樣才能讓你的技巧發揮到100% 儘管Steven Chewrick 他已經拿到了非常多的成績 但對於他來說 德州撲克這條路呢 他才是剛剛開始而已 他本身就是一個 晉升意識非常強烈的人 所以他一直在不斷的在挑戰自己 但其實在扑克這個拳子 其實大家可能會 也許會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你可能設定 我要拿到一個什麼的比賽 然後拿到冠軍之後 欸 拿到了 然後就可能也不會再想要繼續去努力 因為他覺得 他的目標已經達到了 所以他的目標是達到了一個比賽的冠軍 或者是你達到了一個多少錢 那我覺得Steven Chewrick 值得學習的呢 他的目標並不是設定說 我要贏多少錢 我要拿幾條金手鍊 而他設定的目標就是 挑戰自己 讓自己不斷的不斷的變強 變成最強最強的那個自己 這個才是能讓他真的 心裡感到滿足的一件事情 其實Steven Chewrick呢 我在WSOP 還有在EPT的好客賽 我都有跟他同桌過 跟他打牌壓力其實就滿大的 我還有一個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在傳奇撲克當主播的時候 我有去用上帝視角看著他打牌 可是我看著他打牌的 那時候的感覺就是 我感覺就算我看到他的牌 我也不一定打得贏他 他就是有辦法在沒看到大家的牌的時候 做出了一個最好的策略 就像你那種拳頭打到棉花 你又用不上力氣 就感覺贏又贏不到他 然後要偷也偷不到他 然後他在打你的時候 你會被他value很多 所以其實我其實在上帝視角的時候 我常常在預測 我會預測一些牌手的動作 這邊很有可能我們的 我常常會預測錯他的方法 然後我也真的也學了他很多的一些策略跟打法 然後真的讓我整體的成績有在稍微提升一點 那當然我是沒有辦法理解到他真正的精髓跟想法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讓我覺得壓力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選手 你看不只是我啊 當然你看剛剛我們聊到 他是世界評比所有Pro最不想遇到的對手 也是他 所以真的大家如果有一天 真的有機會遇到Steven Chuik 分享一個大絕招跟你們 打不贏就只O-In他 因為你一直打一直抹一定打不贏的 所以一直O-In他 你大概還有20到30%的勝率 祝你好運 這裡是大亨的博弈生活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訂閱分享按讚 並加入我們的群組進來跟我們聊天 就這樣子囉 大家掰掰